Hello 大家好 我是余波 歡迎大家來到第一集余波講的時間 先講一下背景 在這個頻道開頭的時候 應該有一輯叫做 余波講義路的系列 在拍了一會就沒有繼續拍下去了 余波講這個系列 最主要會講很多 我對世界不同的事情的看法 當然電單車的話題我都會照樣放下去 當中會探討很多有關電單車界的謬誤 或者解答一些新牌等等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這個系列上 今次第一集想和大家討論的問題 就是細絲絲電單車 走高速公路會發生什麼事 以下我總括了很多大家經常問的問題 然後講講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樣 細絲絲電單車走高速公路夠不夠力 首先和大家拆解一下 力 這個字的定義是什麼 力這個字是指大家的加速力 還是指一部電單車的極速 以一般合法車速這樣計 就是70路 80路 100路 一般125cc 或者150cc的電單車 大部分都可以上到這個速度 我猜大家的問題 應該是出於加速力方面 對我自己而言 對我自己而言 用Mary這樣計算 我絕對接受到一部150cc的電單車 在高速公路上走70或100 Mary單騎的力量 絕對足以令我輕鬆 上到時速100公里 當你開著一部150cc的電單車 你不會期望你開著100公里 一比有幾秒之內 就可以將車推到120公里的時速 這件事就要問問大家自己 你需要的速度和加速力是要多少 你接不接受到自己的車70萬萬 還是在每天上班快遲到的情況下 你有機會需要將車駕駛到120公里以上 如果大家真的想找一些資料去比較 我以下教一個方法給大家 首先你上網找到你自己的車款 例如MSX125 之後就找Top Speed 或者找0-100 等等的影片去看一下 然後你按進去之後 把影片放慢到0.75倍去看 為什麼要放慢到0.75倍去看呢? 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上網這些測試速度的影片 大多數拍攝影片的人 都會選擇以半油 或者是盡機的方式去拍 半油即是指一半油門 盡機即是指扭到底 然後去試這部車的速度 你放慢到0.75倍去看 看一看的標板 你就大約感受到 它的加速力去到哪個位 以上的方法都可以讓大家 對一些電單車的力 加速力這個概念是怎樣 第二條問題 細絲絲電單車雙騎 是不是很辛苦 以下我會用電單車的速度和性能去講解 而不會用車主的感受和舒適度去看這件事 這件事又是大家主觀和定義上的問題 我跟大家簡單計一條數 首先先說明我不是數學家 就是馬力重量比 很多時候大家用馬力重量比 會用於四輪來計算 因為四輪的車重 比起二輪的車重 大約是重五倍以上 而司機加多一個乘客的重量 只是佔私家車的總重量 大約是五分之一左右 如果用電單車的馬力去計算 車重 車主 和乘客 計算總重量的話 一個人的重量是會有機會 等於一部電單車的三分之一的重量 我們儘管試一下計算一計 以Mary New Fighter 150cc 這部車有14匹馬力計算 濕重140kg Mary的濕重加魚波的重量等於200kg 200kg除以14 即是Mary每一匹需要推動14.2kg的力量 Mary的濕重加我加我的朋友等於265kg 即是Mary每一匹需要推動18.9kg的重量 例子3 大家最常見300cc的雙騎 以MT03做例子 40匹馬力 濕重180kg MT03的濕重加上我的重量是240kg 240kg除以40 即是MT03每一匹需要推動6kg的重量 MT03的車重再加我的重量 再加我的朋友的重量等於305kg MT03每一匹需要推動7.625kg的重量 一部150cc車每一匹需要推動的重量 以及一部300cc車每一匹需要推動的重量 大家應該是相差大約2.5倍左右 再用一個較極端的例子 MT09 MT09是115匹 濕重190kg MT09的重量加上魚波的重量是250kg 即是MT09每一匹只需要推動2.2kg的重量 MT09是190kg加上我的體重 加上我的朋友的重量 等於315kg 即是MT09每一匹只需要推動2.7kg的重量 大家試幻想一下 一匹等於一隻馬 一隻馬拉動15kg的重量會跑得快一些 去到這個位置 不要說我錯了 我知道一部電單車 使用不同的轉數範圍 會生產出不同程度的馬力 我用這個例子 只是希望大家容易入口明白這件事 就是這個例子正正解釋到 為何大CC雙騎會輕鬆過一部小CC的車雙騎 你問是否辛苦 嗯... 我們以一部150kg的棍波車 以6波和上限紅區1萬轉這樣計算 如果你長期開著6波9000轉 你的確是用電單車90%的力量 你問這部車是否辛苦 就要好看你怎樣看 就像我這樣 我平時都會雙期走高速公路 一樣都是8000轉大約時速走100km 因為我好知道自己開著一部150cc的車 所以我會對它的期望值會調低 就不會拿大眼包包面跟Mabie走去做比較 那我就接受到了 那你們接不接受到就要好看你們自己了 嗯... 計CC走高速公路會不會很傷車 會不會很容易壞 好... 這條問題和上面一條是絕對有關係的 正如我好知道我的引擎在走80%的力量 你會選擇會把車繼續推上去開到120km 還是你會為了引擎的性能而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呢 你說雙不雙車 我回答你不到 因為一部車雙不雙就由很多因素所造成的 例如有些人駕鴿羊 他們每4萬公里就燒一次站口 8萬公里就換一次中缸 而我開著Mabie手上就快要5萬公里了 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是換全凍、皮帶、火咀、風格等等的消耗品 我想帶出一件事 一部車雙不雙? 容不容要壞? 是出於車主的駕駛方式和保養 例如 你平時會不會因為你的日常駕駛習慣 用適合的倒數計游? 你何時會去換消耗品? 你的鼻力有沒有拖著頭尾輪? 你的啤鈴有沒有壞? 你平時給優的方式是怎樣? 究竟你是會每天都坐到底 你坐到底 丁何時你是很溫柔、很善性 讓車的速度慢慢加速上去? 你又會不會因為你的駕駛方法 而做回適當的保養? 例子太多了,我舉例不完 第四條 小CC車走高速公路會不會很危險? 嗯...危險啊? 這件事就更加難回答了 危險和意外組成分為三個主要部分 第一就是你按鈕 第二就是別人按鈕 第三就是你和別人一樣那麼按鈕 如果你自問自己有做好本分的話 別人按鈕你是控制不到的 有人覺得車夠力才可以隨時避開危險 而我就覺得保持行車距離 看路看得夠遠 專心駕駛、不超速 那就相對之下你會安全一點 當然你有需要可以穿上反光衣 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會穿反光衣出街的 總之一句都說了 危險、不道理控制 自問做了本分就OK了 但這條小CC車走高速公路 會不會很大風、很飄 或者會吹到旁邊? 好,我們拆解一下以下的句子 重點字眼分為三個字 大風、飄和隔離線 就這樣 有風不一定飄 小CC車可以飄 大CC的車一樣都可以飄 風的大小是我和你都控制不到的 大風起上來 1000CC都可以吹到飄走 其次有風才可以飄 沒有風的話正常開車是不會飄的 再者大風的飄不一定會飄到隔離線 一條行車線這麼闊 如果要認真地計算 一條行車線應該可以平排到五部電單車 即是我們所說的一條行車線 還可以分為小的五條行車線 你走在線的中間 你斜一點、飄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你是可以靠自身的能力去控制車輛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每天丁九橋都會上演著駕駛電單車的人 中線飄去快線、快線飄去慢線 至於丁九橋、青馬大橋這些大風的高危位 真心它是高危的 但有時如果真的吹起季後風上來 我就算在將軍澳市中心駕駛車 我一樣都可以飄的 一句話說 車手的控制能力大於一切 沒錯,小cc的車因為車輕 它比風容易吹動、擺動、飄的機會 是比大cc,即是車重一點的車 會來得比較容易飄的 那真的吹起上來 其實每個人都是靠自身的能力去控制一部電單車 而不會揭開風鏡指著 好大風呀、小一點可以嗎 全部都是靠自己的 大致上拆解的問題是這樣的 最後,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每天高速公路上 都會有很多 少於200的電單車在行駛 很多好像外表很殘忍的羔羊 其實車主用了很多心機去保養 有時很多外表很漂亮的電單車 但引擎的性能 都是可以很不堪的 每個人 可以承受 接受 需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時 預期大家 問別人怎樣看 其實我認為大家應該要問自己怎樣看 如果大家新排真的想留意多些 不妨嘗試搭小巴 不妨嘗試搭巴士的時候 看看他們的標板 看看他們的加速力 或者感受一下 在高速公路上走70 走90 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指速度和加速力的定義 並不犯止於 你真的在駕駛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盡量讓自己多接收資訊 然後去比較加參考 如波港這個系列 你們從來不會在這些影片中找到標準的答案 我只是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一件事上面 你們有多少項目需要去思考 然後讓你們可以容易作出決定 喜歡的記得Like這條影片 同時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你們自己對細思思車 走高速公路的看法 看看將來會不會拿出其他話題 出來繼續和大家探討一下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